你的资产是怎样的 你真的很看好股 你是看好什么类型的股 因为现在拜登上场中产阶级 大幅增加 他们关心环保 为将来着想 所以 这些都是有得炒的类别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C对话 继续是葳葳和施老板 再次欢迎你施老板 大家好 不过未和施老板对话之前 我首先谢谢大家 很踊跃参加我们 这个五个或者六个小时的 Webinar 非常踊跃 不过我再次告诉大家 因为报名的人数越来越多 我们可能会提早折执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 因为我们是一个课程的平台 如果这么多人来报名 到时又有很多现场的问题 如果手机控制不了 那就不是那么好 所以公司一直在监控 这个是否要提早折执 所以希望大家看到这个Webinar 可以早点早点来报名 施老板你其中两个外账都在 你知不知道 一个是浩德 一个是Larry和Michael 哦 他们也帮你说股票 是啊 你的Webinar是说投资的 是啊 你有没有气息来玩 有人问有没有施老板 你那样 你已经安排好了 现在迟了 有人说就可以了 不要只听我一个说 多些人不给意见 好 等一下我会就这个话题 我问施老板怎么看股票 因为我觉得有人这样问 就觉得施老板其实在股票方面 是有心得的 所以等一下我问一下施老板 怎么看2021年的股票走 大股票也可以 个别股票不行的 我没有研究的 哎呀 问一下你呢 既然他们两个不在 你觉得Larry和Michael比较劲一点 还是浩德比较劲一点 他投资 有些技术性的投资 他自己登记了有专利的 就是他自己有一种 就是投资的一些技术 那些门桥是注册了做专利的 所以他有 不单止平时听他说 多数都是基本分析 他技术分析也很满 哇 你爆他麻烦 他不要跟我说这件事情 我第一次 你下次叫他 我个人一般的 用技术分析的 就是技术分析 根据过往的投资者 在市场的表现 就是以前的模式 用来应用在现在的预测上 但是虽然说太阳底下 无生事 但是每一次都有每一次的新环境 以前行得通的东西 以后行不行得通呢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浩德注册了专利 但是我还没有听他如何应用在他的投资上 你下次见到他 看看他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他那个专利的投资方式 资的资的 资的资的你帮我传传一下 我不是说 资的资的 资的资的那些 都能够 他们其实去年的表现都相当不错的 非常好 就是如果说performance 拍得上C基金 其实C基金是一个零售基金 受的限制是多很多的 就是不可以做太多的hacking 就是不可以做对冲 就不可以沽空 这些是限制了它投资的手法 在这样的限制下它除了费用之后 还有50% 如果在未扣除费用管理费之前 它有60%多 所以也不错 按照我所知博纳也有50%过外 所以两家都做得不错 其实是叮咚码头 不过是你很有眼光 选了这两个人做合作 都是机缘考核的 不是我选择的是上天安排的 大部分 在我人生路上碰到的 不是上天安排的 我很多时候没有太多选择的 我吃东西煮到来就吃了 我不是的 我也是合作的 我不是的 我完全不是的 我不是无谓而知 我是无论和司对话 我只是选择是司老板才对话 所以你有眼光之人 是的 你是有眼光之人 我是死好命之人 那似乎好命好一点 司老板 大家真的帮我宣布了 我会在Webinar的时候 我会就刚才司老板说的 来问浩德究竟有什么秘笈 来问技术分析一下 因为我一向都以为它是基本因素 OK 好 说回正题 老板 我上一集 人误会了 如果你是不看好楼 其实不是的 你是觉得股市会跑赢楼 就是如果是投资的话 你觉得是买股比买楼 我想问你 股 你为什么看得这么好 还有看好A股 港股 美股 看看哪一类股份 股票 照道理 都应该跟着经济来反映 经济好 股票 股票 赚钱 派息派得多 回报好 吸引投资 这些是正常的情况 但是去年我已经看好股票了 去年又刚刚疫情开始 照计经济好 不能去哪里 为什么要看好股票 实际上股票涨很多 其实很简单 疫情越不好 各个政府必须要救市 不止救企业 还要救个人 那就要派钱 那钱从哪里来 现在一般都是靠QE 靠寬松的货币政策 令到利息下跌 资金容易借到 当社会上充斥着这么多资金的时候 资产市场的价格一定上升 那最容易表现出来就是债券 股市 就很多资金流入 债券已经流到很尽 大部分的钱 现在都是去债券的 但是令到利息 已经是去到接近零 大概 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是0至0.25% 去到这么低 分分钟 以后会上回一点 不顶 最近也上回一点 所以债券价格 可能涨到这些位置 就不容易涨 甚至会回落 那钱便会去股市 那如果很多钱流入股市 那股价便上升 那这个是钱多的因素而已 那流入股市我估计会多个流市 是因为流市就在香港的流市受地域因素影响 地域政治影响 也都是受到很多政府的辣椒影响 那其实我看楼市 看到全港看得最好是我 我看升15% 我见发展商 那些他们利益 跟他们大部分时候都看好的 他们以前起码看升10个 今年也有很多说升5个左右 那我其实是看得相当好的 不过看升15个又如何 印花税 你买第二间 都收你15% 升15%都不够给印花税 如果你是用有限公司买 要给30%印花税 哇 升两年都是八升 如果升15% 所以我说投资买不过 用就没办法 你买来用 成本高一点也要买 但是这些这样的升的比例 因为你盖不住你的交易费用 所以我说我不是买第一间 没有印花税优惠 我自己就不买了 或者其他人要付出这么高代价 也都不是那么容易 靠楼价的升幅可以盖得住 所以投资上就没有股市那么好 股市卖出卖日 0.2%而已 那印花税便宜很多 你的股呢 你是看好什么类型的股 看好什么类型的股 还有哪个市场 其实 现在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就是 中国的中产阶级 是成长得相当之快的 欧美的中产阶级 其实在全球化之下 在一些第三世界都开始工业化之后 他们的竞争能力就落后了 就是以前你在一间厂做过科文 做过技术人员 都可以在欧美做中产阶级 现在这些人才 在中国有很多 甚至去到越南 马来西亚都有 他们的价值便下降了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 中国的中产阶级大幅增加 那么中产阶级增加了之后有什么需要呢 中产阶级以前 穷的时候烂命一条 现在不是 现在已经矜贵了 所以他们就要注意健康 医疗那些是他们需要关注的东西 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关注后一代 那么要重视教育 除了教育之外 他还要为下一代的居住环境 都要作些投资 所以他们就会重视环保 为什么电动车 那么 就是投资去到那么 红呢 就是因为多了中产阶级 关心环保 为将来着想 所以环保企业 新能源都是投资的重要板块 就是另外一些娱乐事业 中产阶级有些游行的时间 他可能去旅游 他可能要看体育运动 就是需要一些高档一点的民意体育活动 这些都是有得炒的类别 黄金呢 黄金就是货币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 一个就是保险功能 就是譬如如果是同样 譬如比特币和黄金 现在比特币升得多过黄金的 但我呢 又宁愿要比特币 也不要黄金 因为黄金 他是有天意 我宁愿要黄金 也不要比特币 是的 我刚才 我刚才说 比特币虽然升得多 但他的货币功能 是不容易发挥到的 就是你不可以拿来买东西 不会轻易在市场上被接受 一旦他被接受 就是他的末日了 因为他被接受 那政府发行的法币的地位去了哪里 那所以他越电呢 政府越容易出手去整治它 越大的国家 譬如美国最难容忍 有一只货币可以取代美元的地位 你没有减持黄金 我会现在 慎重一点 因为现在就是 拜登上场后 就是 国际形势 相对可能会缓和一点 另外 那些疫苗 开始免势后 就是那个经济也都有机会逐步改善 那避险的需要降低之后 买黄金的需要都可能有影响 但是纯粹从现在各个还是拼命QE来说呢 货币系统是不是那么安全呢 整个西方的金融市场 其实都很多隐患的 就是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独孤一味就是印银子 如果印银子都可以解决问题 世界一早就没问题了 所以其实现在所做的东西 西方只是将问题延后 弄一弄一弄 是可能会爆煲的 那你有没有减持到黄金 还是还是维持 是不是10% 我在新的资金进来的时候 我就没有配那么多给它了 就是已经是 减少真钱 就不是叫减持 因为我做生意的 整天有钱 我每一段时间公司都赚钱 都会派息的 那派了息我又要去投资的 就是好像那时候 那些人看到 施生 你又说看不好楼市 看你还买东西 那我有新资金 很多 要重新配置我的资产 明白 你的资产是怎么样 是 五是四成股 三成楼 两成半是楼月 两成半不是三成吗 两成半 少了 那你真是看好股 今天是大牛市 那你现在看看股市虽然波动很多 第一个月都升了应该有整 六七个百分比 楼有段时间都没有升那么多 楼我说升十五个百分比 都被人说先生有没有计错 如果一个月升六七个百分比 哇一年不得了 当然不可能每个月升那么多 明白 所以如果暂时这一刻为止 下注买股的回报是好 过下注买楼多多声 如果中原城市指数第一个月 都是最近才升了一点 之前都是低的 明白很清楚 所以施老板已经给了大方向 他不会选择股票 因为股票他交给 例如浩德 其实施老板很聪明 告诉大家有秘密 我爆你的秘密 施老板的钱大家都知道很多 所以他会给不同的基金经理 所以我就经常跟大家说 你不要乱炒股票 像施老板那么聪明 他也不会自己乱买股票 他就选择基金经理 然后寻一些钱给基金经理 看看谁跑赢多些 以后就再加码 其实这个是最棒的一个投资方法 施老板 我没有时间 因为我的工作大部分 用在我的生意上 对 普通人的金钱应该来源于他的工作 就不是来源于他的投资 他的投资只是把他工作赚回来的钱 好好地保住 不要输给通胀 谢谢施老板 生理进步 身体健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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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